現在好像年輕一代 感覺上好像自我照顧能力比較差 現在新的一代是有一點點暫感不夠 就算學校教得不好 其實父母都有一定的責任去搞好她 我反而覺得是貧輩的問題 學好三年學壞三日 你見到一個年輕人單一的事件 你就說所有年輕人都是這樣 記得訂閱我們屈姬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父母學校教育 這三樣都出了問題 因為如果家人做不到一個榜樣 做不到借鏡 不可以以身作則 年輕人都很難 令到他自己懂得分辨哪些是對和錯 學校和教育都是一樣的 就是社會出現了這些問題 教育的問題 父母都關事的 當然你說香港的教育有沒有問題 或者父母有沒有問題 如果他有這樣的行為 當然可能也有些影響 因為任何年輕一代 即是小朋友也好 青年人也好 或者四年人也好 其實他們成仰之中 社會不同的成長環境 都會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 又或者影響了他們的行為 即是有機會 有些人可能從小比較被照顧 即是譬如家裏可能已經有高人姐姐 或者父母會幫他們 收拾好一些東西 老師會提供很多幫助 甚至可能社會有很多人 一開始的時候會比較保護年輕人 保護小朋友 可能有機會令到這個成長環境 會令到可能比較常 現在好像年輕一代 感覺上好像自我照顧能力比較差 我覺得這個是各方面的三樣東西 令到有這樣的改變 當然又好又不好 現在新的一代是有一點點責任感不夠 還有一件事 因為現在年輕人 最近的運動的問題 很多人有一點點有色眼鏡 其實香港人是不差的 各樣都有 不是一個人負責任的 除了家裏 除了學校 亦都是他所認識的群體裏面 大家是認同的 好像你那群人是 一群人不吃煙的 你一群人吸毒的 可不可以一群人吸毒 我覺得群體的作用都很大 幾方面都有 因為不會第一方面 可以教到一個小朋友這樣 就算學校教得不好 其實父母都有一定的責任 去教好他 我反而覺得是貧輩的問題 父母說就說有得管 但是你都會說 子女會有反叛旗 他外面跟著什麼人 即近諸者尺 近日者黑 你跟著什麼人 你就會很容易變成那些人 就是你學好三年 學壞三日而已 還有你學校是會有教育 但是你上課聽的知識 不會是教你人生道理 怎樣做人 他就說通識 但是他都不會教你什麼公德心責任 老師幫不了你很多 很多都是自身問題 還有你貼得最多一定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是 貧輩之間的影響 不適合的事情 他就會見到 錯過一次他自己都會自虐 不可以把父母 學校看自己的行為而已 如果真的要歸咎 我覺得不可以只是歸咎在一方面 即是 無論是父母 或者教育 或者其實自己的品德方面 其實自己都有責任 我覺得都要在幾方面看 我要兒子不吃煙 我要女兒不吃煙 他真的會不會不吃煙 要人自己向自己負責任 我覺得這個是父母的問題 始終我認為 學校的確他們都有責任 是教育我們基本的道德 但我認為父母的責任是重要一點的 青人很多時候不知道 就要透過父母、學校 這些教育去知道 可能父母沒有教育 學校都不會說這些 如果認識朋友 那些朋友都是 經常做這些行為 就會自己跟著他們做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是 各有方面都是有責任的 年輕人 他考慮的方面 可能沒有那麼多 或者人生的經歷沒有那麼多 所以給人一個這樣的感覺 有部份都是的 可能是 看看他是甚麼年代的出生 都會很影響到他們的想法 可能有時候只有自己讀生子 沒有兄弟姊妹跟他一起成長的時候 都不能夠跟別人溝通 他們會覺得原來這個社會 本身他應該是覺得圍著他轉的 他就令到他的自我中心會這樣膨脹 以前一貫可能會信從長輩 可能現在生一代 就有多一些自己的看法 當然是一個好的 又有自己的見解 但可能在爭取的時候 有時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 或者看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體重了自己多一點 所以才會讓人感覺自私或者自大一點 部份都大 不是全部都是的 其實每個年齡層都有這些人 那你不可以說 你見到一個年輕人單一的事件 你就說所有年輕人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是比較不中肯的說法 新一代是比舊一代 是會真的退步了 人的那個忍耐力 關心是真的少了 比較享樂盈 不受得苦 有部份 因為現在多數生一個起兩個子 還有因為香港近這幾十年 比較富裕一些 也可能太小孩子 那父母要賺錢 那變得少了戀愛 還有有時可能真的看不到 我都認同有部份是這樣 可能現在香港物質太好了 他完全不需要顧忌他之後的生活 又或者可能他問拿錢的父母就拿了 他都不需要去想其他東西 他只想自己就可以了 其實大家都只不過是普通人 可能你入一間好一點的學校 可能你有錢一點 最近有人在VDoclass那些笑的公屋仔上課 為什麼人家住哪裡都要關你的事呢 這些是從小培育到大的想法 你不可能突然間就會覺得別人低你一層 這些一定是從小開始 總之一定是從小灌輸的 可能因為我們年輕一代 可能物質上或者享受的東西都比較多了 可能他們都會比較自滿一些 就出現這些情況 有些有些是 很多都是獨生子女 家裏從小到大都是吃爸爸穿媽媽 好像不用捱 我覺得有很多都是類似這一類的背景 變成了很多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根本可能不懂得人情細顧 他覺得我爸我媽都不罵我 你憑什麼罵我 我覺得是這些 我覺得那個情況是 始終社會這麼多人 還有一部份人是自私 但亦都有部份人是無私 所以如果你看到自私方面 我覺得可能自私那幫人 應該向一些比較無私的人學習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做 儘量跟回一些好的學習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 將這些自私 自大這些行為 會慢慢改進去 我也覺得有些是 有某些人是有這個思維的 年輕人可能有背叛期 中間有可能有些行為 可能令到長輩 或者一些長輩 可能感覺上 好像你們不負責任 可能要看回他個人 在什麼背景下長大 就是了 債務感差了是真的 是有的 現在的小朋友 都是嬌生慣養的 父母盡量都是 盡量都滿足他們 他們現在就不知道 然後 炸車這麼辛苦 是不是 那變成 現在的父母 太 太 寵愛小朋友 所以呢 父母都有責任 其實我覺得都有關係 就是 因為習慣要養成的 那你一直養成一個 不負責任的習慣 那可能他做什麼事 都會是這樣 我確實比較認為 是父母的責任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 都是父母 由小到大幫他們包底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他們都是 隨手 可以得到 包括我自己 由小到大的經驗都是 去到大個 我上班 去到面對這個社會 才知道有些事情 是原來沒有父母幫我包底 是不行的 但是有些人 他們可能就沒有那麼 有自省能力 他們就不會覺得 需要反省自己的錯誤 是 有一部分人 真的是這樣的 我都挺認同他的說法 做錯事 就一定要負責任 不能把這個責任 去給其他人 香港上面都見到 一些人是這樣 做錯事 應該承擔這個責任 不是去逃避了他 如果你都想上來 屈基TV發表意見 歡迎你和我們聯絡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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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